这该死炙热的暗恋 这家伙 受够告白 那我们所妹妹是什么 朋友 哥们儿 凝聚 一鹅 你个小人 一个 两个 三个 你大事不妙 我们两家当邻居这么多年 孩子一块上了 你是儿子我是姑娘 偶像剧都不来东西 太妙了 太妙了 熊智希 我看你就是奶茶喝多了 大脑谈话 所以才没有脑力用在学习上 精英相总 笨蛋相扬 我说 你到底是考了多少分啊 2.5 熊智希 你有没有羞耻心啊 这叫烂金 扶不上脚 我再丢不起真人 别判了 熊 过这回又是一条好汉 喂 妈妈 少废话 来 啃个馒头 可以 好吧 熊智希的人生健力学 不过我们不用快乐的学生回忆 来面对成人世界的话 难道我们又有繁老重重的成人世界 来面对学生时代吗 我的追求呢 就是没有追求 过着轻而易举 自由自在地生活 真怎么能落追求 作为学生就应该努力学习 说到学习 你现在在一中成绩怎么样 我这次统策 全省第一 啊 熊奇奇找面 跟谁啊 是他同意说 一个叫行义的男生 熊一啊 是熊奇奇把我的电瓶车弄丢了 到底要干嘛 哈 不 醒 sick admin ay sixt 走 萬一 外面的世界好危险 雙池钱 你记住啊 这是我家钥匙 以后你要是没地方躲 就到我家来吧 这是你永远的病难所 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才会觉得一直这样不说话 也不会觉得尴尬 很轻松 我也是 每一个孩子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人生 对于我们来说 熊琪琪过得舒坦比什么都重要 你就是一道瓜 想要积极地温暖成别人 你真好 为何 真好 你能 等我爸爸